溫哥華市政府昨天就未來10年的房屋政策展開公眾諮詢 搜紮在溫市中心溫哥華藝術館對開的樂順街 設置攤位聽取市民意見 市民可以即場抵交疑見書 也有機會向市府職員提出有關房屋的疑問 溫市市長羅品頌昨天也親自到現場與市民交流 但沒有向傳媒發言 他在市府的聲明中指 現在是重新調整住屋政策 解決房屋危機的重要時刻 市府將自力增加適合大眾市民住宿 以及收入要求的房屋 呼籲市民要把握機會發表意見 溫市規劃、城市設計及可持續發展總經理海利表示 市民由即日起至到下月19日 可以到市府網站抵交英文或中文的意見書 也可以參加在下月17日進行的公眾諮詢會 而市府亦會在未來一個月到市內多個社區設置諮詢攤位 海利說預計最快今年底前可以提交最終報告 到市議會表決 他說今次是溫市歷來最大型的諮詢工作之一 除了反映溫市的房屋問題嚴重外 也顯示了市府解決問題的決心 中文字幕提供